上打頭,下打根,兩邊結腕中扎心 這就是少林達摩杖的核心理念 我叫石閻成,我兩千年到少林市來 我沒來以前,我想著少林市跟電影裡一樣 我就想著少林市可以學到肺炎軸壁 到了少林市發現這種肺炎軸壁只是在電影裡呈現的 三、四年以後了,想放棄 感覺永遠突破不了自己,一直在這個狀態 那是一個平靜 功夫不是一味地學到很多東西 而是把東西學得更精 那個時候就開始選擇了一個東西成為我的專項 把它研究的工道 所以我就選擇了達摩杖 這個達摩杖就是在少林棍的基礎上加了一個扶手 下面就是一根短棍 掃蕩腿加掃棍這一種互相配合的招式 是用來攻擊敵人的下盤 扶手分兩側 一邊就像鉤子一樣 鉤過來之後呢 借力死力 閃動 再反擊 跟他接觸的同時也是以波為準 不能對抗 像錘子的那一端呢 打法就是砸 是不是 來 先給你一塊 這個給你了 謝謝師傅 練習這套脏法非常考驗身體的協調性 講究手腳並用 我們都會在半山要有一個很長的長梯 然後我們在那邊要爬下來 那就是為了耐力訓練 把身體練得更協調 好 在對抗的時候 胳膊的力量非常重要 我會經常練習扔石鎖 來增加手臂的力量 平時我也會去中中地出爐草 因為少林寺講究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自足自給的生活 在除草時同時也是一種自我的修行 能夠出現心中的雜念 靜下心來去做事 等到豐收的時候就是最好的結果 想要練好達摩障 不僅要學會他的招數 要想提高他 必須進行禪的修行 禪會讓我們懂得思考 會讓我們心靜下來 會讓我們更專注 其實禪就是專注於我們當下所做的這件事 他也是一種信仰的力量 如果沒有信仰的力量 這件事情可能就不會持之以恆了 不會堅持下去了 在修禪的過程中 我又重新認識了達摩障這套仗法 達摩障的奧秘之處在於防守在攻擊 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的博弈 警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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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少林达摩帐中 我慢慢感受到当年达摩祖师 想流传给我们的那种精神 静下心来 做好当下的事 这才是真正的少林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